我当时在微品会的这个平台上 然后购买了一台TCL的彩电 当时呢是花费了7999元 然后看了不到两个月 电视就出现了一个花瓶的现象 收货人员到我们家一看 电视机后壳什么的都没有被打开 后下就说我们的电视 后台全国联网升级 然后看了要到现在了 然后就是去年的时候 然后看了时间就比较长比较频繁 然后电视呢又出现了一次 非常严重的一个花瓶现象 收货人员上门看的话 一看就说是主板问题 然后我现在就感觉 它第一次同样的问题 它第一次跟我解释的情况 跟现在解释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我上当受骗了